第三個真相是中共與各國的所謂友誼 往往是虛假的 到關鍵時候就會出賣朋友、圖利自己 今年是烏克蘭與中共建交30週年了 就在1月初 中共才剛剛向烏克蘭發出賀電 聲稱雙方建交30年來 雙方政治互信深化 還說要推動中屋關係 和雙方各領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 造福兩國和兩國人民 話才剛說完 2月底俄烏戰爭爆發之後 中共就一直裝死不吭聲 不但不勸阻俄羅斯入侵 甚至還支持俄羅斯出兵 說穿了中共在出賣烏克蘭 用來換取自己更大的戰略利益 還有別忘了剛剛提到過 美方曾經在戰爭爆發之前 多次找中共開會 希望中共幫忙勸阻俄羅斯 但中共不但不勸嫁 反而把美方提供的軍事情報交給俄羅斯 跟俄羅斯說 你看就是美國在說你壞話 在挑撥我跟你的感情 這樣看來 中共是不是也把美方給出賣了呢? 所以說中共的所謂朋友們 隨時都可能會被中共為了利益而出賣 第四個真相 中共表面上假裝慈善 實際上是政治投機 俄烏戰爭開打之後 中共一開始對烏克蘭不理不睬 一調地支持俄羅斯 但隨著俄羅斯的進軍不順 以及烏克蘭的頑強抵抗 國際社會支持烏克蘭的聲浪是越來越強烈 中共發現苗頭不對了 開始當起牆頭早 隨風倒 在3月9日 中共宣布要提供烏克蘭一批援助物資 價值500萬人民幣 不但這樣 中共還讓網絡輿論配合著官方的風向 唱讚歌 高喊這種做法是大國風範 真的是讓人啼笑皆非 在我看來 這只是中共的政治投機 他們發現俄烏戰爭的戰情跟國際風向 不利俄羅斯跟中共了 所以趕緊掏錢出來說要援助烏克蘭 其實是給自己買保險 同時跟俄羅斯做初步的切割 目的是想要對俄烏雙方兩邊討好 再看風向會繼續往哪邊倒